照什麼照 被發現轉角微停 輛車駕駛氣到不行 我們有這樣嗎 整變了兩具駕駛摸摸鼻子 火速把車開走 但戰爭才正要開始 你如果說我們兩個站很久 那就是我們不對 就是這東西買個東西出來 我剛剛看這邊過來已經二十分鐘了 這位女士再開戰局 但話題已經打歪樓 從微提變成騷擾 我現在問你 你一直在摩擦我的胸膚在幹嘛 你不要誤會 我有接受器 我也有接受器 我也叫人家站住啊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 而被指控性騷擾 歧視全程錄影說要叫警察 女士也不甘示弱 警咬騷擾話題不放 你講話有試駕那麼近嗎 我們好嗎 專職發生的地點 就在台中東區石甲路跟東櫻路口 這裡危機的狀況確實嚴重 警方也有取締 但抓不勝抓 是我們電影客人 可是他們已經吃飽要走了 被負貧刷成這樣子 那一下業績 一下掉了六七成 是很嚴重的話 我們會跟客人講一下 請他稍微注意一下 誰也沒想到檢舉微庭 會衍生出性騷擾的口角 網友一度誤以為 女子是店家的老闆娘 不明就禮 就開始瘋狂洗腹瓶 也讓店家相當困擾 介紹黃蕭波山景城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採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